大型直升机缺 大型运输机缺 重型直升机缺 随着C919和U20的诞生 基本解决了大型客机和大型运输机的短板 但重型直升机还是极缺 好在最近传来了相关的好消息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两个国家 能搞出重型直升机 一向最剑步的中国进步的美国 势必不会与我们合作 战略合作伙伴俄罗斯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据俄罗斯高层透露 俄罗斯将于近期与中国签署重型直升机合同 一旦交易成功 将成为俄罗斯与中国军事交易合作史上 最大一笔交易之一 因此俄高层还将这个合同称为本世界的契约 据合同介绍 中国负责技术研发 俄罗斯负责重要的零部组件 计划生产200架 此前中俄双方对此就已经谈判了四年多 中俄之间交易这么多年 早就对俄罗斯的套路倾车数路 会依据国际形势和自身利益在项目上 进行不同程度的推拉 果不其然 俄罗斯一边与中国谈着重型直升机项目合作 一边说服中国购买米尔6 即使中国在价钱等硬性条件做出账步 俄罗斯也会使用拖字绝 让项目无法获得实质性螺食 毕竟这次俄罗斯占主动权 米尔6在基建 救灾 高原调运重型武器有重要作用 能满足中国的短期需求 但从长远上来看 米尔6的两台发动机燃油消耗非常大 每小时2.5吨 飞行费用高达13万元 被称为油老虎 在不考虑维修保养的情况下 光是飞行费用 对后勤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拖油瓶 俄罗斯想要捆绑出售这么烧钱的玩意儿 中国当然不会妥协 因为中国早已经飞溪比 不会在谈判中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 或许正是意识到这点 俄罗斯急着把这次的合同签了 毕竟若是再拖 中国自己都造出来了 那俄罗斯什么都没捞到 岂不是很尴尬